有種有趣有量這就是我們的邏輯思維 感謝各位來到邏輯思維捧場 我們還是接著上一期節目 繼續為大家推薦這一套魔鬼經濟學 它的作者是美國著名的通俗經濟學家 叫史蒂芬·列維特 那它為啥著名呢?就是因為這套書 當年第一本寫出來的時候就已經是洛陽紙貴 居然在《紐約時報》的好書排行榜上 連續霸榜長達將近一年 這在美國出版界也是一個奇蹟 所以導致美國的主流精英對這套書是家喻戶曉 現在這一套書四本終於全部寫完 非常感謝中信出版社對邏輯思維的信任 我為我們的用戶爭取到了三個月獨家的首發權 也就是說暫時中文市場上除了邏輯思維的用戶 誰也看不到 傲嬌啊 那為什麼我們這麼重視這套書? 因為經濟學思維非常奇葩 而且是對我們這一代人的生存非常之重要 你別看這四本書好像是黃黃巨著 裡面沒有一個數學公式 它講的都是我們老百姓平時司空見慣的那些現象 只不過是用經濟學的方法去分析它 啊 裡面有一些話題 我現在看著也直搖頭 比如說有一個章節就是專門給搶劫犯出主意 說一週七天你選擇哪一天去搶銀行 成功率最高呢? 這樣的話題它居然都寫 這套書的最大的特點 它不是講經濟問題 它是運用經濟學的思維方法 用我的話說 叫聰明人的思維方法 去分析你看到的一切社會問題 所以這套書我們上一集講啊 在美國學界號稱叫經濟學帝國主義 因為你欺負其他學科嗎? 老是把腿伸到別人的地盤上去嗎? 但是我們感興趣的在於 為什麼經濟學一旦用它的思維方法來思考這些問題 得出來的結論永遠是讓人毀三觀、跌眼鏡呢? 老是和我們通過日常常識得出來的那些結論 通過直覺做出來的判斷 它不一樣啊 這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 上一期節目其實我們也分析了 是因為整個人類社會的協作體越滾越大 導致我們再從身邊來看待這個世界就很難得出真相 所以經濟學是盡可能從人類的總體協作上再來看這個問題 所以它結論自然不一樣啊 這是上一集我們得出來的一個結果 好我們接著聊這個話題 經濟學思維它奇葩奇葩在哪兒? 述我直言 經濟學思維其實代表著人類正在進行的一次緩慢、堅定、但是作用極大的思維切換 這個思維切換不是哪一個人 是整個人類的思維切換 但是它有一個效應 就是只有那些真正明白的人 它能切換的過去 所以說為什麼說將來貧富差距會越來越大呀 不是說窮人的生活越來越慘 其實窮人的生活會越來越好 只不過跟那些前部的精英 它的差距會拉大 拉大為啥? 我經常講因為認知差距 而認知差距的本身就是你能不能順應這個時代的發展 完成這次思維方式的切換 好我們好像在嚇唬大家 確實這一道鴻溝放在這兒 這邊此案叫做經濟學思維 而彼岸可能是大多數人還在運用的那種非經濟學思維 這個說好像有點太晦澀 我借用一個我特別喜歡的作者的說法吧 那個人叫萬維剛 他在國內網上有一個名字叫同仁與也 我非常喜歡讀他的文章啊 他不是用這倆詞 他用了兩個特別氣人的詞 一個叫理工科思維 這是他讚揚的主張的 而另外呢 在這個鴻溝的另外一邊呢 叫文科生思維 哎呀反正第一次我看見的時候心裡也不爽啊 因為我是一個文科生 但是說實話 自從我接觸了經濟學這一門學問 自從我創業需要思考整體的社會協作的狀態之後 我是越來越佩服啊 越來越認 理工科思維確實作用很大 作為一個文科生 我自卑啊 而我不對文科生沒有任何意見啊 我只是借用這個詞來說明我們今天要說的話題 好請問什麼是文科什麼是理工科啊 過去我們都認為這學的課不一樣嗎 怎麼能有高低貴賤之分呢 哎但是你落實到思維方式上 它確實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 比如說文科生他講究形象啊具體 然後情感抒發啊 比如說小橋流水人家 我只是用三個非常具象的東西 我就已經能夠堆疊出那種 哎抒發不出來的情感 這是文科生思維 而理工科呢 它往往講究啊 冷靜啊 理性 邏輯 它是這一套 但是好像人類從來都有這兩種思維方式吧 所謂大腦小腦左腦右腦系統一系統二 其實好像從來都是這樣分野的 為什麼一定要分一個高下呢 為什麼一定說人類將要補足理工科思維 或者說經濟學思維呢 哎 我們這就得歷史的看問題 首先我們得講文科生思維 這就是借用萬維剛的那個概念啊 文科生思維它不好嗎 錯它太好了 因為它是幾百萬年人類淨化而來的結果 可以說它是上天對人類最大的恩慈 此話怎講 這就要回到淨化的現場 我們人類是淨化而來的 由此上述到每一代祖先一直到猴那兒 請問每一代祖先每一隻猴 它的核心使命是啥呀 不是理解世界和宇宙的真相 那跟它沒有一毛錢關係 它的核心使命只有一條 就是活下來 而且把基因給傳下來 所以以前有一期節目我講過這個判斷啊 就人類的認知模式思維模式的打造 不是以求真為目標的 而是以求存為目標的 沒有遠方的詩啊 只有眼前的苟且啊 每一代祖先都這樣啊 那既然生存下來是首要目標 那好其他目標就清楚了 主要是兩個 第一個是節能 第二個是高效 那為什麼要節能呢 因為我們的生存環境和我們的身體機能 它能獲得的能量是有剛性約束的 不能忽視海塞的 而且吸收到身體裡的能量 然後再轉化成身體機能的時候 你得有夠啊 你得有控制 比如說人類他就看不見紅外線 也聽不見次聲波和超聲波 為什麼 因為沒必要啊 找到這個均衡點 能看見這一段就可以了 光譜上這一段啊 聲音頻譜上這一段就可以 夠用就行 不要無限制的發展 不像現代人類社會啊 我們突然撥個幾十億美金 就發現個引力撥什麼的 對於人類來說 沒必要啊 只要跟當下生存 無關的事 一概刪除 除非你變成蝙蝠 你就可以聽見次聲波 但是對不起 把眼睛給我扣瞎了 因為對你沒用 對吧 所以一切都是本著 叫成本節約的剛性原則 來設計 而另外一頭呢 就是 你得快啊 因為生存這件事啊 這兒有隻兔子 你不抓 你不抓就跑了 這兒有條蛇 你不躲 你不躲 你就死了 所有不符合這個原則的人 他的基因都傳不下來 我們的祖先 我們活到今天 之所以基因能下來 就是因為他反應快 那好 什麼東西反應快啊 難道理性邏輯 這些東西反應快嗎 我問你 73乘以78等於多少 你得想半天 恨不得還得拿張紙出來算一算啊 所以理性邏輯是一個很慢的系統 那對於人類的元祖來說 他優先打造的思維模式 當然就是感性啊 具體啊 情緒啊 來幫助他做出快速的反應 比如說形象思維 當然形象思維好了 對吧 因為我馬上就能辨認出來 跟我腦子當中存儲的其他記憶 馬上一比對 我就知道 這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 我可以信任他還是不可以信任他 這是迅速能做出判斷 不需要搞其他的調查研究啊 這就快速起作用 情緒也是一樣啊 遇到很多東西 我是恐懼啊 馬上就逃跑啊 還是憤怒啊 我去攻擊 去獲得競爭的勝利等等 都是調動我們的身體 快速做出反應啊 所以為什麼說文科生的這種情緒化 具象化 形象化的思維方式 是上天的恩賜呢 因為沒有這一招 你根本就活不下來 就沒有我們今天的人類啊 說到底文科生很偉大 但是話又說回來 現代社會來的太快啊 我們這套東西還來不及轉過來 於是有些剛性約束 可就把我們陷死在當地 我給大家舉個例子啊 在互聯網界有一個很著名的詞 叫鄧巴數字 這個數字是多少呢 150 什麼意思呢 這是英國的一個人類學家 叫鄧巴 他提出來的 因為他發現人類社會 甭管是遠古 還是現代啊 是那些太平洋當中的 那些原始的狩獵采集的部落 還是現代社會 其實都在受150這個數字約束 這數字什麼意思啊 就是一個人 他熟悉能夠交往的範圍 就是150人 很難突破這個上限 比如說他研究 英國人不是喜歡在有電郵之前啊 記賀卡 基本上即使瘋狂記賀卡 收賀卡 他基本上就是150個人跟你打交道 再比如說西方軍隊最基礎的那個組織 叫聯 一個聯 一個聯什麼意思啊 就是互相之前都認識嘛 一個聯就是150人啊 對呀 再比如說南太平洋上小島上那些狩獵采集民族 誒發展到最大也就150人啊 其實這個規律不僅是在傳統社會啊 在互聯網上也一樣 很多人說互聯網就是擴大了連接數 沒錯 可是連接數擴大到150人以上 你的互動方式就不一樣啊 比如說羅帕做這個節目可能有100萬人看 但是我們沒法互動啊 我真正能互動仍然受制於鄧巴數字150人 為什麼 因為在150人的關係當中 我符合我節能和高效這兩個生存任務嘛 啊 多一個人 我得多理解多少事啊 你長什麼樣 你生日哪天 你老婆什麼樣 跟我認識的另外一個朋友有什麼瓜葛 多一個人增加我們大腦帶寬的這個負擔 我們節省啊 我們這個能量付出不起啊 所以 它就變成了我們人類的一個剛性約束 跟我們不可能在兩秒之內跑完100米 我們人類不可能在水下呼吸 是一個道理啊 就是 除非再過多少年 我們進化出別的能力 150人的鄧巴數字會把我們死死的限制在這 好 在現代社會 我們的協作體遠遠超越了150人啊 啊 怎麼辦 哎 怎麼辦一會再說 但至少我們現在的辦法是 用150人之內的那個行為方式 認知模式和思考方式來對待這個世界 所以就會出現一些特別有趣的反差 隨便給大家舉個例子啊 比如說美國總統選舉 這是萬維剛先生寫的一篇文章裡說的 哎 我覺得真是特別有道理 比如說老布什當年啊 他要打第一次海灣戰爭 當時的起因呢 就是伊拉克的薩達姆 突然出兵 把科威特給滅了啊 那老布什跟國民講話說 說這不行啊 說中東那是美國的石油的來源啊 這會影響美國的石油的穩定啊 對我們世界警察的這個位置 也是一個挑戰啊 我們是維護世界秩序的 他這不胡來嗎 所以我們要出兵 講這一大套之後 選民說說他們什麼呢 石油價格跟我有什麼關係 美國的老大地位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哎 後來老布什他的很多幕僚就給他出主意啊 說這故事不能這麼說 這換一說法 哎 再出來跟老百姓講 說伊拉克是個流氓啊 流氓欺負人家小弟 科威特多可憐啊 人家沒招他沒惹他 我們美國是誰 我們是有英雄的 對吧 我們有超人 我們有美國隊長 我們能夠容忍一個流氓欺負一個良善的少年嗎 不行 美國必須把刀相助 我們必須去當這個英雄 哇 大家鼓掌 哇 好 出兵 你看 大家無法理解美國世界石油安全 美國的全球秩序 這些大的宏觀的概念 因為太陌生 但是大家可以按照身邊人理解 嗯 隔壁有一個流氓欺負一個弱小少年 這事我不能忍 我很氣憤 這事大家理解 所以你看 我們仍然是用鄧巴數字控制下的 我們一百五十人之內的那種交往方式 那種情緒反應方式 來面對整個國家大勢的處理 啊 政治家後來就明白了 就用這一套啊 比如說 小布什 就是老布什的兒子啊 後來上台競選的時候 其實啊 第一屆那幹的一塌糊塗 經濟在下滑 克林頓那時候 就是美國經濟是蒸蒸日上啊 小布什幹的不行 但是不行呢 他也有招 那他的競選顧問就告訴他 一個詞 叫恐懼 所以他第二次競選的時候 就拼命跟老百姓講 那個薩達姆 啊 他就一定有化學武器 他就一定支持恐怖分子 一定要把他幹掉 否則美國人的安全根本無法保障 這個故事出來之後 大家感受到恐懼 於是又支持小布什 再比如說 小布什競選的時候 還有一招 一般的政治人物啊 都把自己說得高大上 他是第一次不這麼說的 哎呀 他說我年輕的時候啊 沒出息 成績也不好 這些例子其實都是告訴大家一點 沒有嘛 這是鐵的事實吧 全世界都羨慕啊 可是你回溯到這三十多年的任意一個階段 你會發現最有市場的輿論 就是看衰這個國家 像羅胖這麼傻 動不動說中國有前途的人 是很少很少的 直到今天 直到今天在演講市場上 標價最高的那批所謂的經濟學家都是一路唱衰中國的 那你把他的言論總體上串出來看 你講的就不是事實啊 但是不要緊啊 因為這種文科生思維 它非常契合我們的情感需求 因為在進化過程當中 我們總是刻意地培養自己對於那個危機的敏感度 哪怕危機沒發生 反正我也沒什麼損失 但是它萬一發生了呢 我得趕緊跑啊 這是我們的天性 所以文科生思維和這種天性是契合的 雖然它跟真實跟事實沒有什麼關係啊 好了 文科生思維歷史貢獻非常大 我們得承認 但是下面不好聽的話就來了 人類進入現代社會 這才一兩百年的時間啊 這就導致我們的思維模式不得不發生切換 要走向原來的反面 說白了 要發生一次 矯枉過正或者是大量的補足原來沒有的東西 那補的這個東西 在萬維剛先生看來就叫理工科思維 在我們今天的話語環境當中就叫經濟學思維 這兩種思維方式一對比 那原來我們習慣的那種文科化形象化情感化的思維方式 它的缺陷在哪 最顯而易見的一點啊 就是文科生思維缺乏一種 用數字來描述這個世界真相的能力 舉個例子 美國人曾經做過一個實驗是慈善方面的 給一部分家庭寄取一封信告訴他 非洲哪個國家幾百萬兒童 現在缺醫少藥 馬上快要動餓而死了 交錢賣 給另外一部分家庭寄取的信告訴他 非洲有一個小女孩 她生活在哪個國家 哪個城市 哪個村莊 她的父母都很愛她 她長得很美麗 非常上進好學 但是現在她缺吃少穿 馬上就要死了 你就要錢賣 那你想都想得到啊 肯定是後一封信 獲得的捐款數額比較高 而且高到一倍 所以說明啊 我們仍然容易被一些具體的東西打動 我們不容易被數字打動 但是這一來就導致世界的很多真相 在我們眼裡是扭曲的 我們找不到真實原因 舉個例子 倫敦奧運會的時候 當時爆出來一個新聞 就是奧組委呢 在整個奧運村發了15萬支避孕套 那裡面有多少運動員呢 1萬人 發現5天就用完了 所以很多媒體就報道 說奧運村裡面啊 正在上演一種性交大會啊 他們天天不幹別的 就幹那事兒 哎 後來我看一個新聞媒體 就請了三位文科的知識分子 來分析這個現象 這三位啊 都是比較善意啊 三個人講的原因不一樣 第一位說呢 說這肯定是很多賣淫的妓女來了 我就支持賣淫合法化 這沒有什麼嘛 對吧 這很正常的一個現象嘛 那第二位就說呢 哎呀 這個也可以理解了 世界頂級運動員 他們的基因比較好 基因比較好的人呢 就傾向於把基因要傳下去 那傳遞基因的這個動作就要多嘛 第三位文科生說呢 哎這個運動大賽在即啊 心情比較緊張 通過這個途徑發洩一下 這也可以理解 可是沒有一個人談到數字 雖然數字就談在桌上 你稍微算一算 十五萬支筆暈套 一萬人五天用光 怎麼可能嘛 所以唯一合理的解釋 後來也被驗證的 就運動員一看 呦發這個還帶澳洲委的標誌 拿走當紀念品了 所以這十五萬支是被大家拿走的 不是被用掉的 所以你看文科生他抱有善意 他即使沒有上說強烈的情感色彩 他仍然沒有辦法了解世界的真相 我說文科生思維 可不是在批判哪個具體的文科生啊 我們這些人都算啊 只要是停留在 現代化之前的思維模式裡的人都算 這是全人類的共同特征 再比如說啊 很多人老覺得坐飛機不安全 其實數字早就擺在面前啊 坐飛機是交通工具當中最安全的 飛機失事的概率是多少啊 一年啊按年算 一年是470萬分之一 就是坐飛機失事 那被雷劈死是多少呢 是190萬分之一 說白了坐飛機死 比被雷劈死那個概率還要低啊 所以有一些航空專家就說 說坐飛機確實很危險 但是最危險的地方在哪 是你坐汽車去機場的路上 比坐飛機被弄死 那個機率要高得多啊 但是沒有人信呢 很多人還是覺得坐飛機很危險啊 因為飛機失事的報導 我們經常能看見 而一輛汽車撞死人 或者哪個高速公路上發生連環殘案 我們經常是不知道的呀 所以這種信息傳遞的特征 以及我們培養出來的那種思維認知習慣 就導致我們扭曲了這個世界 你看911之後 大家都覺得 就是美國人呢 覺得坐飛機不安全 所以大量的開車 結果呢 在短短的一段時間內 美國全境發生交通事故的概率 死人的概率大幅度的上升 所以啊 不能用數字來理解世界 這也是文科思維的一個悲哀 但是文科思維真正的缺陷 是另外一個東西 那微信中您搜索羅技思維公眾號 沒有走針兒的那個姓羅的羅 每天早上6點半 我在那兒等你 您現在收看的是羅技思維的視頻節目 如果想聽音頻 可以在手機上下載一個應用 叫喜馬拉雅 那裡是我們節目音頻的首發平台 我們剛才說到 文人思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缺陷 就是這個世界裡面 它只有是非和善惡 但是它缺了兩樣東西 叫比較和選擇 這也正是文人世界的魅力所在 因為你可以毫無保留的 投入那種濃烈的情感 做單向度的選擇 因為在這個世界裡 你只能選是不會選非 只能選善不會選惡 正如那句著名的詩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泡 多好這就叫文人思維 單向度選擇 可是一旦切換到理工科 或者說經濟學思維裡面 你把自由愛情生命 各在一塊權衡比較 你看一副猥瑣的樣子 所有的美感馬上就沒有了 顯得人格非常的卑霧 為什麼經濟學要冠以魔鬼兩個字 他沒有正能量嘛 但是如果沒有比較和選擇的思維 現代世界的真相 你是根本無法把握 這就牽扯到經濟學當中 特別重要的概念 叫機會成本 我們在以前節目也簡單介紹過 我們一般覺得什麼是成本呢 是為買一個東西付出去的錢 但是對不起 這叫會計成本 機會成本比這個要複雜的多 它意味著我們在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空間 選擇一個東西 請問它的機會成本是啥 是放棄的其他選擇的總和 叫機會成本 此話真講 舉個例子 比如說今天晚上你選擇吃一頓麥當勞 那機會成本是啥呢 當然包括會計成本 就是你買麥當勞的這十幾塊錢 因為這十幾塊錢花出去 它就不能派其他用上了嗎 其他選擇就放棄了嗎 比如這十幾塊錢 你可以看上電影啊 好像電影比這貴啊 但是你要記得 吃一頓麥當勞 其實你放棄的東西遠比這要多的多 因為今天晚上這一頓飯 你一生當中就這一次 吃了麥當勞 意味著不能吃肯德基了 什麼川菜 魯菜 香菜 一概沒戲了 這一些放棄的東西加起來的總和 是它的機會成本 所以機會成本不是一個可以算出來的數字 它是我們理解這個世界的一個概念 那問題來了 為什麼文科思維當中 它就沒有機會成本呢 因為沒有選擇嘛 我們剛才講 文科思維是在進化過程當中形成的 那進化的遠期早期哪有什麼選擇 一個原始人看見一隻兔子 抓不抓 不抓 馬上下一頓飯就沒有 就可能餓死啊 所以只能抓 即使到了農耕社會 一個農夫 他有什麼選擇啊 因為沒有更多的職業啊 他只能選擇春耕夏雲秋收冬藏 換得第二年的糧食 但是到了現代社會 如果我們還是按照此前的思維方式 去生活和行動 有的時候就會顯得很可笑嘛 我們家裡都有老人吧 老人的思維習慣往往就停留在過去啊 比如說吃飯的時候啊 有一道菜剩下了 哎呀 心裡白找鬧心啊 受不了啊 拼著撐著也得給他把它吃完 這在農耕社會當然是理性的 因為那個時候物資匱乏嘛 可是在現代社會 他把這個東西吃完 他忘了 還有其他的選項啊 比如說啊 健康的生活 你吃完也許對胃就不好哦 你其他的選擇就放棄了哦 當然 不說這麼嚴重了 說個最簡單的 你中午多撐了兩口 晚飯你就沒法享受 那個食物的 本身的芳香的味道 你就沒法體察了嗎 因為這個時候你啥胃口都沒有 所以你放棄了另外一個 也許更美好的東西啊 可是家裡的老人 他生活在過去的思維習慣當中 他沒有看到這個選擇 當然 越是在現代社會的年輕人 機會成本這個事兒 就變得越來越重要 為什麼 因為選擇幾乎是無窮多的 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啊 比如說 一個年輕人現在下班了 一個哥們給他打電話 說晚上吃飯喝酒啊 還有一個姐們給他打電話 說晚上一起看電影啊 那他請問面對多少選擇 表面上是兩個對吧 其實比這要多得多啊 你既可以選擇留下來加班啊 讨老闆歡心呢 也可以選擇上街去聊妹 去街頭搭訕呢 你也可以選擇回家讀書 或者回家打遊戲 或者去拜訪一個你非常尊重的人啊 或者你上圖書館去聽門課等等多了去了 所以不管你是吃飯還是喝酒還是看電影 實際上你付出來的機會成本是高得嚇人的 而且我說到這兒你明白一點什麼沒有 就是你的認知水平越高 你看到的世界的聯絡和協作越多 其實你的機會成本就越高啊 比如說羅帕啊 我現在敢出去度個假嗎 去海南也許哪天我就去了 但是我心裡是知道的 我放棄的機會成本是嚇人的 因為也許我在北京待著我 談成一筆大買賣呢 這公司的估值再翻個好幾倍呢 也未可知啊 我只有在實在累的不行的時候 我說算了去他媽的啊 多大的成本我老子現在要放下去度假了 但是我心裡是清楚的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很多創業公司 尤其是互聯網創業公司 因為它變形的可能性大 它面對的其他選擇多的時候 它就會工作的越加辛苦 越是這樣的公司往往到夜裡兩三點鐘 甚至是通宵打蛋的都在工作 不是他們願意工作 而是機會成本實在是太高 所以說到這兒你明白了 機會成本不是一個具體的數字 而是一個理解世界的方式 本質上就是要認識到 任何一個選擇背後要付出的代價 所以機會成本這個詞 你如果忘了的話 就記住經濟學最著名的那句話 叫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 這句話的意思不是說買什麼都得掏錢 而是說所有的選擇必有代價 從來沒有什麼一定好的選擇 好 一旦我們建立了機會成本這個概念 再來看文人思維 它的缺陷就很明顯嘛 因為那是一個由是非善惡構成的世界 有一些目標是值得不管不顧的去追求啊 所謂殺身成人舍身取義啊 那很符合我們的道德感啊 很正能量 但是它放掉了代價呀 舉個例子說 防治空氣污染 這是不是一件好事啊 當然 誰願意呼吸髒空氣啊 但是如果我們非得要追逐 像北京的空氣質量要回到三十多年前 那代價是啥呢 代價就是經濟 包括周邊河北山東的經濟都要回到三十多年前 新鮮空氣有的呼吸 飯就沒得吃了 請問你怎麼選呢 當然有一些環保主義者會說 我並不是說經濟要毀掉啊 我是說那些排污的企業應該本著良心 你們應該上那個防止污染的設備嘛 那不要錢的 那筆成本加上之後 這些企業就不賺錢啊 不賺錢誰還辦企業呢 所以經濟還是得回到三十多年前啊 你還是得在挨餓和新鮮空氣之間選啊 啊 那一選擇 我們就要找到一個均衡點啊 那就沒有什麼絕對的對和錯了 就像很多環保主義者指責中國煤炭用的太多 是啊 可它是工業社會在現狀下的一個最佳選擇 中國用這麼多的煤炭 你別以為從來都是用煤炭的 以前是用木柴的 用木柴還不如煤炭乾淨 你看 煤炭的那個燃燒值是同等質量的 木柴的大概一倍 而且煤炭非常容易保存啊 它不會像木頭一樣爛掉啊 你只要不用 它就一直是那個狀態 而且非常方便於運輸 就是從清潔上來講 它也比木柴清潔的多啊 它是已經是這個狀態下最優的選擇 那你說 那你說嫌煤炭不好 那可以啊 推動經濟的發展 推動技術的迭代 讓我們擁有更多選擇 那個時候再說 你在現狀下一味的批評煤炭沒有任何意義 就像還有人說啊 反對使用化肥 因為化肥會造成土壤的板結 這是不是事實 事實是 但是一旦禁用化肥 代價是什麼呢 你看啊 化肥的使用也就是一百多年的事啊 原來在前現代化時代 人類能夠養活全球多少人口啊 了不起8億 現在多少 70億人口啊 都是靠化肥增產出糧食 然後才能養得出來啊 你要是禁用化肥 那好了 先人口損失到8億啊 那你說誕生多少人間殘局啊 而且那8億人口 那生活質量跟今天可就沒得比 普通老百姓什麼水果肉 蛋奶 想都不用想 那是富人的事啊 你過年過街能吃上一口就不錯 這個代價 我們願意選嗎 不願意選 你扯什麼反對化肥呢 舉個更糾結的例子吧 發生在美國 話說1962年的時候 美國有一位著名的女作家 叫卡遜 她寫了一本書 叫《寂靜的春天》 這本書在環保界 那是聖經一般的地位啊 因為只靠出版一本書 就切實的引發了一項社會變革 這是多麼了不起的成就啊 這個變革就是全面禁用DDT DDT就是一種高效的殺蟲劑啊 那對農業當然是好事 但是對環境就不一定了 因為它殺滅了大量的昆蟲 甚至是鳥類 為啥叫寂靜的春天呢 就是在春天的田野和村莊裡 再也聽不見蟲鳴鳥叫 所以你看這個題目起得就很煽情啊 此書一旦出版之後 在美國就引起軒然大波 甚至引發了很多人 對於環境崩潰的恐慌 最後呢 美國政府不得已 只好宣布全面禁用DDT 後來這股風潮就掛到全世界啊 都禁用了DDT 包括我們中國 那它的代價是什麼呢 我們還是要問這個問題啊 根據機會成本的理論 美國是不付什麼代價啊 因為它的醫療保健各方面水平都跟得上 可是非洲大陸慘了 你在那也禁用DDT DDT對於瘧疾這種疾病是有抑制作用的 所以全面禁用之後 僅在南非一次瘧疾大爆發 就奪走了十萬人命 在魔鬼經濟學裡 我看到一個數字啊 我幾乎都不敢相信 就是在全面禁用DDT的二十年裡面 光非洲大陸因此而死亡的人 兩千萬 一年一百萬 有人算過一筆帳 什麼概念 就是每天有七架747的飛機 上面裝滿了非洲兒童實施 每天實施七架 一共二十年 這叫人間慘劇好不好 後來到了2006年 國際上的組織就宣布說 在非洲瘧疾高發地區 應該可以用DDT 所以你看 這個毒藥它又回來了 所以這個世界上真的有絕對好的東西 絕對壞的東西嗎 不是啊 你都是要看到每一個選擇背後的代價 然後用精密的計算 用理性的權衡 最後找到一個均衡點 沒有什麼東西是值得不顧代價的去追求的 再舉一個我們身邊的例子 中國二三四線城市都有新建小區 很多老百姓搬進去之後 第一件事就是團結起來 要求把移動基站給趕走 移動基站嘛 就是我們手機信號的來源 很多老百姓害怕呀 覺得這玩意兒是電信輻射呀 對健康一定是摧毀性的影響啊 而且常年在我這兒輻射 我還受得了 而這些基站呢 往往又屬於那些不討人喜歡的大國企 什麼中移動 中聯動 中電信啊 他們一旦跟老百姓解釋 老百姓就說 哎你們這些黑心企業為了掙我們的錢 喝我們的血啊 完全不顧我們的死活呀 來團結起來跟他鬥 這些企業是為掙錢嘛 誰跟你老百姓鬥 算你狠我們搬走還不行嗎 哎你看這是好事吧 可是有沒有代價呀 這是我們今天反覆要問的一個問題 任何選擇都有代價 在這個場景裡很簡單咯 就是手機沒信號嘛 2015年我就看到一則新聞 一個老太太剛剛洗牽新居 馬上心肌梗塞就爆發 兒女急得要死 但手機沒信號啊 只好走出小區門一公里 才看得到手機信號 打電話叫救護車 老太太一條命差點丟掉了 這就叫代價嘛 而且啊 這些老百姓啊 他們不相信數字 我有一些在電信部門工作的朋友跟我講 跟老百姓是家家戶戶的解釋 沒人信哪 那些數字都不信 其實那個輻射有多大 還不如家裡的WiFi路由器的輻射打 而且老百姓不明白一個道理啊 就是那個移動基站的信號弱 你手機搜索這個信號的那個功率就變強 其實輻射是一樣的 就算輻射損害健康 也不是因為移動基站單方面的原因 但是老百姓不管這件事啊 所以你看 這個例子就充分暴露了 所謂我們剛才批判的文科生思維的兩大缺陷 第一 我們不相信數據 不相信專家 第二 我們只相信有一個單向的好事 不相信背後的選擇和代價 所以啊 我們口口聲聲批判的文科生思維 雖然它符合我們的情感需求 但是對不起 它真的堵上了我們了解真實世界的眼睛 如果您想買到羅技思維獨家版本的 《魔鬼經濟學》這套書 就請到羅技思維微信公眾號裡 點擊最熱商品按鈕 在商城主頁中找到商品分類 點擊圖書 那《魔鬼經濟學》這套書就在那兒等你 或者你直接在公眾號裡回覆 《魔鬼經濟學》你也會看到它 《魔鬼經濟學》這套書就在公眾號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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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們把文科生思維痛批了一番 估計得罪了不少人吶 當然你也能聽得出來我不是哪個意思啊 我指的不是哪個具體的人或者是族群 是文科生思維啊 这是一种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或多或少都存在着的思维方式 跟你在中学大学学的那一科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这一点请大家理解 但是话说到这儿 有两个很具体的纠结就出来了 第一个纠结是呢 难道文科生思维这么差 我们就应该彻底的放弃 然后转进到理工科 或者说经济学思维那一边吗 哎 切切使不得 因为人类价值观系统非常复杂 至少我们就知道三套价值 就是真善美 那今天呢我们是矫枉过正 片面的强调了求真 应该用一种什么思维方式 但是毕竟还有善和美这两个维度啊 在这里面文科生思维就大有用场啊 我们就算是超越了真善美 一个人你总想办成事吧 办事你总要求得他人的协作吧 如果天天你强调什么东西就是对的 什么东西就是真的啊 比如说你反中医别人出去买一包板栏根 你恨不得就要把人杀了 这种人什么事都办不成 因为我们做成任何一件事都是在协作之中啊 所以文科生思维对于产生社会协作 对于吸引更大规模的资源 它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越到互联网时代的深处 一个人能写会说情商高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那你说这不矛盾吗 对啊 人就是一个矛盾体或者是一个纠结体啊 所以中国人说人格修养的至高境界是啥 是圆荣 圆荣不是圆滑啊 是圆荣把各种对立相反的东西在你的人格当中 你能叫随心所欲不欲举 这就叫圆荣啊 所以2016年我听过的非常棒的一句话 就是王硕说的啊 就是财新的那个副总编 他说的一句话 叫第一等智慧总是自相矛盾啊 翻译成中国的语境 那不就叫圆荣吗 这是第一个纠结 那第二个纠结是理工科思维 这事儿听着挺好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理工科能力啊 比如说凡事相信数据 上网查数据来获取真相 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 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也不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拥有的时间也不一样 所以怎么样贯彻理工科思维呢 在这儿我有一个心得 就是相信专业人员 这个话题我们以前也讲过啊 因为这是人类社会构成一个大协作体的基本机制 这个机制叫啥呀 就是封装复杂 接口简单 这话怎么讲 就是人类社会的大协作 它不是乌央乌央 70亿人全部搁在一块儿 然后你帮我我帮你 它不是这样的 是形成一个一个的模块 然后再组装在一起 模块内部会极其复杂 这就叫封装复杂 但是模块和模块之间 那个接口会变得非常之简单 你看我们那个电脑啊 里面那个元器件 那个科学眼里多复杂 但是从总体上来讲 它不非就是分成什么主板啊 硬盘啊 内存啊 几个大的模块嘛 然后社会分工也是围绕这些模块进行的 有一次何彩头就跟我讲 因为原来他在航空公司嘛 他说啥叫修飞机啊 修飞机不是用螺丝刀来修每一个器件 而是看得出来用机器一测量 说这个模块坏了 整体换掉 这叫修飞机啊 那既然整个现代社会是这么拼装而成的 我们唯一的生存策略是啥 就是相信专家嘛 当然你可能会反驳说 中国的专家不能信呐 那都是砖头的砖呐 他们都是忽悠你钱的 你带有这种不信任 在现代社会一天都活不下去 比如说你到医院去开刀 大夫进来 你说什么狗屁主人医师 我不信 把你的大学毕业证拿出来 我查一查 大学毕业证是啥啊 那也是医学院的专家对他的信任背书啊 你本质上不还是在信专家吗 现代社会的本质 就是一个协作和信任背书的网络 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在其中 脱不开的呀 当然你可能会不服 万一专家错了呢 不是辜负我的信任吗 那没有办法啊 就像我们今天反反复复强调的 任何选择必有代价 从来没有绝对的好和绝对的事 就像前不久有一个朋友问我 说罗胖 你好称在搞知识服务 可你万一说错了知识呢 这不就误人子弟吗 请问你怎么能保证在节目里说的 一个字都不错 哎呀我回去想了想啊 我还真没办法保证 我能保证的是本着良心 每一个资料我尽可能核实 拿不准的观点 找高水平的朋友切磋一下 但是我毕竟是个人呢 是人就会犯错啊 口误总还是有的吧 再加上水平有限 我咋能保证不犯错呢 那错了咋办 你听了我的节目 我的建议就是认了 这不是在耍赖 是因为我也以这种方式 面对我自己的世界 比如说前面我讲的 万维刚先生同人与也 我非常喜欢他的文章 出一篇我看一篇 因为看得出来 他的文章当中的资料数字 都是有来历的 是考证过的 但是他万一错了呢 哪个数字就是不对 哪个观点就是误信传言 有可能的怎么办 保持对万先生的信任 与此同时 向未来敞开我的开放性 这个知识如果错了 在未来总有机会被纠正 就像国家出版物 它还允许有万分之一的错误 那错了怎么办 难道收回 一个字错了 就整个销毁吗 不会的 在版的时候 把它修订过来就完了 所以求知的过程 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动态和开放的过程 越是要求真 就越不能执着于真 所以啊 在现代社会 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完成自身的认知升级 做一个更聪明的人 一个站在高处的人 在经济学的智慧当中 我得到的启发 我总结成了十六个字 叫承认代价 比较权衡 不问是非 只争高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重要的事说三遍吧 看字频道 定字频道 开字频道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频道